万灯省当个郎至沙达宁河畔靠近文德庙殡仪馆 在这里有个街童之屋 这是在2004年由当地一群关注教育的青年所成立 简单的设备四面竹面编织的墙搭建起孩子们的梦想 许多街童在此免费接受教育 此期聚工也会定期来到这里关怀孩子们的学习状况 带来爱心物资 本周大爱专访记者带你去看看 大家好又到了大爱专访单元 今天我们来到了当格朗地区 要来了解一间街童收容所 这个收容所呢 收留着在当格朗地区流离失所的儿童 提供给他们完善的教育 并且教会他们一技之长 使他们将来踏入社会的时候可以自己生存 而慈祭的职工也会定期的来关怀和指导他们 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走进这里立刻让人有一种轻松自在的心情 位在枝沙达尼河畔 静谧的环境中 潺潺的流水声 轻轻地赶走了大城市的喧哗 仿佛来到了一个宁静的乡下村落 不过这里还在当格朗市就位于文德庙殡仪馆的不远处 这所非正式学校简单的设备四面竹面编织的墙 搭建起孩子们的梦想 天使孩子 街堂之屋成立在2004年 是当地一群青年对于当格朗教育所尽的一份心力 让许多平民子女可以接受良好教育 在这里除了可以学习正规教育 各个姐姐们也会教他们学习各种才艺 包括舞蹈 音乐 朗诵 古兰经文 而慈祭志工会定期来到这里 跟孩子展开互动跨家常 教他们品德教育 让学生们不仅得到课程里的知识 也学习最基本的人生品格 庭院里 大孩子 小朋友围坐在一起 听着慈祭志工分享 天真的孩子 每个人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我也趁这个机会教他们学华语 唱一首简单的中文歌 听着孩子们依压的读书声和欢乐的笑声 天真的脸上写出了他们对教育的渴望 听着志工的分享 让他们要有信心和勇气 克服生活的困境 大家一起加油 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 志工不断鼓励在场的学童 要继续努力读书 就算遇到失败 都要勇敢面对 不要轻言放弃 慈祭的志工们呢 会定期地来到这座收容所 关怀和陪伴孩子们 因为这里的孩子 大多都是辍学的孩子 所以慈祭的志工 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 增添他们的生活乐趣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地学习 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 慈祭志工们会鼓励他们 努力地学习一门特长 而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 慈祭志工则会通过 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 增添他们的乐趣 使他们能够更加积极 乐观地面对生活 今天的互动体验 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自己小的时候 能够坐在宽敞 明亮又舒适的教室里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也让我学会了 以后要更加珍惜 我们现在的生活 每次的仿式关怀 志工都会带来礼物 分发给所有的学生 让学生们在求学之路 一直有慈祭人爱的陪伴 社会的希望在孩子 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因此教育不能等